自从我国在二月经历过喜来登政变之后 那江湖上就不时传出抢人头大战 谣传西蒙拉回了足够的议员可以再上台执政了 而国盟那边又放出风声 说他们拉到更多的议员支持很稳了 那在过去三个月我国算是挺过了疫情 不过以极微弱差距执政的慕尤丁国盟政府 这几天却传出政权摇摇欲坠 能不能够挺过七月还是一个未知之数 昨天工程部副部长沙鲁丁就抛下了震撼弹 成为了首名国盟政府辞官的成员 同时他在两天前也曾经预告 他说国会在七月复会的时候会有大事发生 甚至在辞官之后他也第一时间会见敦马 而敦马跟安华在稍后也贴出了自己分别会见西蒙成员党的照片 这些东西加起来似乎都在暗示说 真的好像就会有大事发生了 不过如果你以为以113席微弱差距执政的国盟政府 就这样会少了一席 然后选这国会随时会发生的时候 那你可能就错了 因为根据马来媒体每日新闻昨晚的报道 那沙鲁丁在写给首相慕尤丁的辞职信当中就透露 他说他在辞职之后呢 还是会保留国盟后座议员的身份 也就是说他还是支持国盟政府的 那不管怎么样 现在国盟政府上台三个月就有人辞职了 会不会为慕尤丁领导的政府打开一个缺口 掀起所谓的沙鲁丁效应呢 那根据大都会日报引述消息就指 两名来自土团党 曾经在西蒙时代当过部长 可是现在转换码头 在国盟政府继续担任部长的两个人呢 也会宣布辞职 而其中一名嫌疑最大 被指在这段期间曾经会见过敦马的 现任首相署部长李端 他今天就召开记者会 驳斥了这项传闻 他说他自己不会辞职 同时呢也强调将会力挺慕尤丁的领导 好了那虽然李端是否认了 自己会再倒戈的传闻 但是大家应该可以预见啊 这种就是跳来跳去的传闻呢 在接下来的日子 其实不会减少的 那自从沐游丁领导的国盟政府 通过喜来登政变 靠议员通过宣誓书 倒戈推翻西蒙 然后上台之后呢 过去的几个月 拉拢议员跳槽 还有抢人头的戏码 真的就没有停过 那么我国政权在年头变天之后 会不会在一年里头 再经历另外一次 通过没有选举 只通过议员宣誓效忠 而再变天呢 那西蒙一直在喊 他们有足够的人头 随时可以进届 援手换政府的这个途径 真的可行吗 而我们也知道 在目前的政治现实下 无论哪一个阵营执政啊 都只有微差多数的议席 如果这次西蒙成功以 跟国蒙同样的方式 再变天的话 那几个月之后 敌对阵营 是不是也可以用 同样的方法 说自己已经拉到足够的人头 然后再来一个变天呢 针对这点 澳洲塔斯玛尼亚大学 政治研究所主任 詹玉豪呢 在接受我们八点最热报 视讯访问的时候就表示 虽然现在谣言满天飞 说马哈迪 已经准备进届援手了 但是在我国实行的 西敏寺制度下 除非首相自己辞职 或者在国会被推翻 要不然元首 不能够干预首相的任命 也不能够建议首相辞职 所以就算西蒙证明 自己首相有150席都好 也不能够通过元首 要现任首相下台 而詹玉豪认为 目前大家看到这些 虚虚实实实的消息或举动 其实只是马哈迪制造的印象 为了证明自己还有实力和影响力 同时加强民众对土团党和国盟 一团造的印象而已 战月豪认为 抢到足够的人头 未必就代表可以跳过国会 直接推翻首相 但另一位评论员 却有不同的看法 政治学者黄敬发表示 在内阁制的程序上 要推翻首相或政权 适当的做法 本来是要通过议会辩论表决的 但是2009年的霹雳现状危机 却开了不同的先例 在马来西亚 在霹雳周2009年之后 他做的方法就是用法庭认识书 而且这个得到法庭的背书 所以在马来西亚 这个变成是一个震荡的做法 从程序上 他没有这个问题 从民主的伦理上 我会觉得是还是有问题 但是在法律程序上 已经是没有问题了 所以只要他提出这个数字 那么他就会有过关 而黄金发认为 以目前的局势看来 有两种可能 一 西蒙有办法争取到 GPS杀拉越政党联盟的支持 那么他们手上就有130席左右 绝对有足够的筹码去进建元首 但问题是 西蒙手上真的有这么多人头吗 然后第二个可能是 你怎么拉都拉不到 所以你这些所谓去进建元首也好 你开多少次会议也好 个别有谁跳来跳去都好 可能都是虚张称词 塔斯马尼亚大学政治研究所主任 詹运豪认为 那现在的西蒙 是不能够因为手上 有多少个人头 就去进建元首 要求换首相或者换政府的 因为在西敏斯制度底下 除非首相自己辞职 要不然元首不能干预 而在喜莱登政变之后 莫尤丁之所以 能够以首上的国会议员人数 他们的法定宣誓书去做首相 是因为那个时候 就是二月底的时候 是马哈迪自己先辞职了 出现了权力真空 所以元首才能够介入 在那个时候 元首才有权力委员首相 而詹运豪就认为 现在莫尤丁没有辞职 首相的这个位置没有空缺 所以就算西蒙或者马哈迪 去进建元首 也不能够改变一些什么 只有在国会通过不信任动议 才能推翻穆尤丁 但是针对这一点呢 环境发也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 认为在2009年呢 霹雳宪政危机之后呢 拿着法定宣誓书 就可以推倒政权的先例 开了 程序上呢 法律上就没有问题 那不管怎么样 要进建元首的前提 还必须是 西蒙手上真的 真的有足够人头了吗 那从排面上看 他们要找更多的 议员倒戈的选择 其实不多的 而江湖传闻 沙拉越政党联盟GPS 可能会是西蒙拉搂的对象 GPS有可能倒戈到西蒙吗 那明天我们还有时事评论员 跟大家继续来分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